那第三个我们刚才讲的澳门 修改这个赌博的法规 澳门现在将来呢 我们讲赌城赌城 各位你还想赌的话 你今年或许可以去 因为明后年没有什么 澳门将来会变成像新竹科学园区一样 因为中国公他现在不鼓励了 所以2022年起赌场的牌照 重新的这个要竞标的这个铺路 所以这个澳门最近所有像金沙啦 威尼斯人啦 这个股价大跌啊 包括像这个金沙集团 股价跌了这个9.75个percent 永利度假村啊 这个股价跌了这个10.85个percent 将来呢就是说种植而非种量 他意思就是他不会发那么多的赌博的牌 那澳门将来的重点也不是赌博 当年新加坡人去澳门 所以在东南亚搞了一个赌博的中心 你看现在澳门大大大陆现在都不搞这个赌博了 习近平连娱乐都打 这个这个连这个玩你玩这个这个这个电邮都打 谁还敢去赌博啊 对不对 这不要命了 所以大陆呢现在是进入一个暂时经济 准备跟老美长期斗争 这是我们要最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信息